林農九棚基地清晨六點半 愛國者二型飛彈試射 第一枚發射出去 卻在尚未到達海面時 就在空中近距離爆炸 沒多久第二枚愛國者發射 十分順利的命中目標 回頭看看自爆飛彈碎片四處噴發 散落在海面形成水花 引起現場軍事迷一輪紛紛 軍事專家看過畫面 也表示這情況相當奇異 愛國者飛彈是美國雷神公司製造 中程地對空飛彈系統 爭取多年美方才同意在臺試射 過去愛國者飛彈在臺 並未出現過自爆狀況 到底發生什麼事 國防部出面回應 國軍在九棚基地進行年度精準射擊操演 雄二跟雄三飛彈過程順利 而這枚愛國者飛彈自爆 沒有造成傷亡 但到底為何爆炸 國防部表示原因還要調查 三十年朱俊傑 股線SNG小組 屏東報導